日本呢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他是有计划的一步一步将附近的其他的国家侵略占领 于是呢在1909年的时候他先占领了朝鲜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他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然后在1931年时候也占领了东三省 那么占领了朝鲜之后 他任命的第一任的朝鲜的可以说是当地的总督呢 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 而那时候对朝鲜来说 对整个韩国人来讲就是亡国 他被日本人统治了 那么亡国的韩国人呢 基本上跟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 韩国的民族性是非常强烈的 在当时韩国最有名的义士名称叫做安崇根 最终的安崇根就桥扮成一个日本商人 然后最后刺死了这个伊藤博文 那安崇根呢在1909年的时候 当时刺死伊藤博文之后就立刻被逮捕 被逮捕之后隔一年的3月26号送上绞刑 那么送上绞刑台之前呢 在整个审判庭上 他没有求饶 没有要求任何的宽恕 他很明白的要求 很明白的指出来 日本不该占领朝鲜 不该灭亡整个大海民国 那么最终呢 整个安崇根呢 他是从容的就义 那么为什么谈到这一段历史呢 因为日本最近说 我们可以参拜金国神社 因为你们也设了安崇根纪念馆 你们韩国人也计计安崇根 中国人也罢安崇根呢 在哈尔滨建了纪念馆 你们可以纪念一个恐怖分子 我为什么不能拜金国神社 那么我们的记者沈正彦 特别有来自于哈尔滨安崇根博物馆的一手报道 哈尔滨火车站的第一月台 乘客匆匆身影 很难注意脚下有个三角和四方的集合族行 但这里在一百多年前 发生震惊东亚的枪杀事件 三颗子弹准确地击中日本第一任首相 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伯文 开枪的朝鲜人安崇根 大喊三声大喊万岁后 从容被捕 七十岁的伊藤伯文一命呜呼 安崇根则在三十岁那一年 成为朝鲜民族的英雄 而在哈尔滨火车站附近的朝鲜民族艺术馆 从2005年开始就有安崇根纪念展览 本周由大陆官方出资 成立的安崇根议事纪念馆开幕 记录这件发生在中国 却牵连朝鲜半岛两韩民众的民族共同记忆 当时就是日本侵略朝鲜嘛 朝鲜人民都是受迫害 跟中国人一样 心情是一样的 所以他是为了救国 为了世界和平 但把安崇根称为义士 还盖纪念馆 日本人可跳脚了 1905年日本现代化最重要的人物伊藤博文 逼着朝鲜签订以示保护条约 伊藤成为首任韩国总监 朝鲜民众不甘屈辱 各地义兵揭竿而起 而生于1879年的安崇根 成长在日本侵略的时代 早年参加反日义兵运动 冠至中将 但兵败逃往俄国海深威 辗转来到中国黑龙江 向朝鲜族人宣传爱国思想 安崇根同时寻访有志志士 组成断指同盟会 各自阶段左手无名指 用带写的手指 在太极旗上写下大韩独立四个大字 1809年日俄为了商谈 划分中国东北势力 伊藤博文大臣专列前往哈尔滨 准备会见俄国财政大臣 安崇根知道消息 认为饥不可施 策划整个刺杀行动 当时也很乱嘛 人也很多 他混进这个队屋里以后 他就是 当那个枪杀了 这个伊藤博文以后呢 他觉得还不把握 因为这个形象啊 看着很像 他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有联系 又放了好几枪 所以旁边这些人也受伤了 哈尔滨车站的枪声 震惊世界 全球报刊 正向报导这一暗杀行动 安崇根在接下来的受审期间 还指控以可能15条侵略朝鲜的罪状 延迟至犀利 让日本法官大惊失色 不得不宣布休停 但隔年3月26号 安崇根被送上绞刑台 从容就义 不管是北韩也好 韩国也好 包括我们中国 所有的人都认为 他是一个民族英雄 安崇根的行动 深深影响着中国 在1919年的武士运动 大陆前总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还曾经反串安崇根 将他的事迹搬上舞台剧 蒋介石也成为安崇根纪念馆的提制 而在朝鲜半岛 安崇根更是两韩共同的民族英雄 韩国人只要到哈尔滨 一定会前往安崇根纪念馆 悼念他的爱国事迹 但对于安崇根纪念馆的成立 日本人大动肝火 认为大陆是礼战恐怖分子 煽动历史仇恨和民族对立 此番言论又掀起一场口水战 安崇根是历史上著名的抗日意识 如果说安崇根是恐怖分子 那么在日本靖国神社里 供奉的那14位甲级战犯又是什么 如果说设立安崇根意识纪念馆 是礼战恐怖分子 那么日本领导人参拜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 靖国神社的行为又是什么 靖国神社的行为又是